她是一名衣景还乡的武士 她是等待多年贤惠忠诚的妻子 多年未见他们相视无言相拥而起 一夜温存之后 她变成了惊慌失色的武士 而只剩骷髅的她 才是武士朝思暮想的妻子 武士木然惊恐万分的同时 无数深埋脑海的回忆喷咬而出 五年前的她是一名落魄的武士 生活窘迫家徒四壁 整天深夜妻子唆气不止 武士则带好佩刀 几身离开 她又抛下妻子追求她的功名利物 妻子不舍 急追而来 为了武士 她愿意日夜工作 让生活好起来 可面对妻子最后的祈求 武士神情冷漠 她知道妻子贤惠终身 但比起功名利物 她毅然决然地甩开妻子 接着扬长而去 微风撩动如尾 妻子失魂地看向门外 丈夫的无情冷血 已经让这个柔弱的女人 坠入深渊 时间飞逝 三年之后 当年落魄的武士 已经清飞昔礼 这位名门望族的第二任妻子 更是她攀附权贵的桥梦砖 不久之后 曾经所追求的功名利路 如梦似幻地摆在眼前 武士唏嘘不已 这才是她追求的人生 荣华富贵 锦衣欲职 又过了两年 武士最开始的自豪与兴奋 慢慢地退去 雪儿代之的是 无处宣泄的憋屈与羞辱 娇生惯养的夫妻 冷漠自私 更别提贤惠 生活中 武士的出身 时不时地被夫妻嘲笑和羞辱 已经是家常片范 武士敢怒不敢言 因为没有现在的夫妻 哪有现在的自己 长时间的压抑下 武士终于想起了自己的糟糠之机 以前的生活 虽然卑贱 但过得踏实 虽然家徒四壁 但贤惠的妻子 才是自己的归属 曾经的妻子 是那么的温柔美丽 那一头柔顺的黑发 不知道在武士的梦里 出现了多少次 昨天晚上 夫妻来到书房 看着憨声声响的武士 夫妻想要清静 可下一秒 武士因为厌恶 本能地推开了夫妻 巴掌上脸 夫妻暴怒离去 而这也成为了 压倒武士的最后一根刀草 他受够了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她 不用再靠这个 自己厌恶的女人 也能活得很好 他能博人将夫妻送回娘家 自己则做了一个 自以为早该做的决定 那就是衣锦团乡 找回抛弃的妻子 鬼心事件的武士 快马下边 当他赶到曾经的家中 已经是深夜 杂草丛绳的院落 更加破败的不堪 腐烂的地板 一堆就倒的房门 一间还亮着油灯的房间 让武士确定 贤惠中心的妻子 一定就在里面 武士忐忑地走进房间 真的是妻子 那个超思木像 留着一头黑发 温柔贤惠的妻子 还在辛苦地工作着 武士羞愧地坐了下来 接着开始忏悔 他无情 他愚昧 他残酷 他冷血 他只求妻子能够原谅自己 他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看着忏悔的丈夫 妻子泪眼朦胧 不经丈夫的怀里 和武士尿响的一样 妻子原谅了自己 抚摸着妻子柔软顺滑的黑发 这一切如梦似坏 武士感叹 这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 和他离开前一样 妻子贤惠的不好被弱 武士启示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要和妻子不拟不弃 也温存之后 当光投射进屋里 当武士心满意足地睁开眼睛 起身 翻开妻子的身体 下一幕 一具满头白发的骷髅 正静静地躺在红色的屁股上 一声惊恐的叫声 相射在破旧的房间里 武士吓得被握脸 这不可能 当他鼓起勇气 再次看向妻子时 白发已经不见 需要带之的是 自己日思夜想的那头黑发 武士吓坏了 难道妻子早就已经死去 虎然黑发开始蠕动起来 下一秒 已经落在武士的头上 武士拼命地扯开头发 拼命地将门撞开 这不是一场噩梦 昨晚发生的一切 历历在目 武士想逃 可腐烂的地板 让他寸步难行 好不容易爬到大门前 武士忽然发现 自己的头发开始脱落 看着水中的倒影 此刻的他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衰老 用尽全力 形成孤狗的武士 终于爬出了围巷 摔倒在杂草上 武士起身 接着再次跌倒 那双已经褪色的被褥 就在自己的身边 恍惚间 武士想到了妻子 当他战战巍巍地 将手放在被褥上 下一秒 被褥变成了黑发 接着将他死死地缠绕 故事到这里 戛然而至 这故事选择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日本高峰 恐怖经典 怪谈中的第一个故事 黑发 黑发的故事很简单 但所表达的主题和关于 人性的探讨 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得到之后 却又怀念从今 人性的自私 矛盾与挣扎 在武士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武士心中 无论他多么无情和自私 妻子一定会等他回来 故事中 个人觉得武士回到家中之后 看见的妻子 以及醒来后黑发的纠缠 都是他的执念和妄想 所产生的幻觉 一方面 他妄想和妻子破镜成圆 所以才有了 请求原谅和叶温存 另一方面 当现实摆在面前 只剩下骷髅的妻子 武士依然还有执念 依然是妻子一定会等他 那头黑发一定在等他 故事最后 武士逐渐衰老的设定 是武士深深的恐惧 与后悔莫及 好的 就说到这里 我是时光 动一动你们的大拇指 每一个赞和评论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 2 中文字幕——YK